美国今年的利率不太可能下降 这将对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警告称 抗击通胀的斗争比预期的要长 投资者已开始定价2024年全年降息超过1.5个百分点 而鲍威尔先生已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转向 这导致了经济过度刺激的情况 并将迫使央行回溯其步骤 这将对美国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这对美国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它至少可以承受可以承受暂时的加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2024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7% 然而长期高利率的后果将对公司债券市场 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债务产生影响 许多公司在大流行期间发行了公司债券 利率要低得多 到目前为止 这说明他们应对了高利率 但最终他们将不得不再融资并支付 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 也将影响房地产市场 此外美国高级及快速增长的政府债务 也将变得更加昂贵 金融市场也将感受到持续高利率的影响 美联储在去年12月的鸽派态度 推动了股市繁荣男儿 随逐利率期的改变 股市现在看起来很容易受到调整的影响 这将对投资者和交易者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有据的新闻 根据BBC的报道 苏格兰皇家银行2BS计划关闭其在苏格兰的18家分行 这导致105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这一举措施由于客户使用量下降 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数字银行服务 这也反映出金融业正在面临的数字化转型挑战 此外根据BBC的报道 一名19岁的男子在斯王西大学从六楼的窗户坠落 目前在医院中处于危急但稳定的状态 这起事件提醒我们人们在追求教育和发展的过程中 也面临着危险和挑战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不同领域的挑战和机遇 也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辩论 金融业的转型还是个人安全的警示 每一个事件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本地 每一个故事都反映了当前社会的多元化关注 和面临的各种挑战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些问题 必思考如何共同应对和解决他们 以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美国今年的利率不太可能下降 这将挤压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 经济血染 从选股者和购房者到总统拜登 每个人都寄希望于美联储很快将西 在过去的两周里这些希望破灭了 3月份消费者价格年通胀率为3.5% 连续第三个月高于预期零售额环比增长零 4月16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警告乘客的斗争 给预期待要场 投资者已开始定价2024年全年降息超过1.5个百分点 他们预计利率将仅下降临 5个百分点 鲍威尔先生已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转向 在美联储去年12月变得过于鸽派之后 对降息的欣喜若狂的预期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这过度刺激了经济 并将迫使央行回溯其步骤 然后是一些步骤长期高利率的后果 将在美国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产生反响 美国经济已经证明 它至少可以承受暂时的加息 4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4年将增长2.7% 高于1月份预期的2.1% 然而它对长期暴露于高利率的弹性不太确定 许多公司在大流行期间发行和公司债券 当时利率要低得多 到目前为止 这说明他们应对了高利率 但最终他们将不得不再融资并支付 近7%的抵押贷款利率 冻结了大部分房地产市场 美国高期且快速增长的政府债务 也变得更加昂贵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从3月底的4 2%升至2%升至4.6%左右 基于较低利率的最新预测显示 经利息在今年联邦预算中吸收的份额 超过了国防预算 金融市场也将感受到持续高利率的影响 美联储在12月的鸽派态度推动了股市繁荣 尽管最近失去了动力 但标准土耳500指数 仍比10月底的水准高出五分之一 当时预计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准 股市现在看起来很容易受到调整的影响 边缘箱从BBC的报道中我们得知苏格兰皇家银行RBS 一化关比其在苏格兰的18家分行导致105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这一举措施由于客户使用量下降 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数字银行服务 作为纳West集团的一部分 RBS表示将在其余的69家分行 投资超过1000万英镑约合1380万美元 银行承出的方式进行 银行承诺在2026年之前不会进一步关闭分行 这次关闭的分行包括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各三家 以及巴斯盖特、伊斯特基尔布莱德、赫伦斯堡、拉格斯、辛路和赫伦斯堡等地的分行 最后在从BBC的另一则报道中 我们得知了一起令人心痛的事件 一名19岁的男子在斯旺西大学从六楼的窗户坠落 目前在医院中处于危急但稳定的状态 这起事故发生在周日的凌晨 该名男子随后被送往医院 目前大学正在协助警方进行调查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从国际到地方 从政治到个人安全的不同层面的新闻 也反映出了当前社会的多元化关注和面临的各种挑战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争论 银行业的转型 还是个人安全的警示 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 无论是大事小 每一件事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在Yahoo!USD片《精彩》报道中 我们得以一窥UFC300中引人注目的一幕 选手严小南在对阵张伟丽的比赛中 遭遇了一次危险的背后裸脚 让人为之屏息 今晚第一回合结束时 严小南显得眩晕且步履蹒跚 但他坚决支持裁判杰森 客作狗Jason Herzog没有停止比赛的决定 他承认自己差点被击婚 但并未完全失去意识 严小南向裁判示意自己没事 并设法回到了自己的角落 那里的一位角落人按压了他的鼻子下方 引发了外界对是否使用了秀妍的猜测 然而严小南表示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他当时全神贯注于角落人的讲话 最终张伟丽以一致判决赢得了比赛 在另一篇报道中 Yahoo Eva泄露了一位以色列人质的痛苦经历 他的丈夫被哈马斯在加沙扣押了193天 阿维瓦希格尔西狗呼吁 包括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在内的国家 做出更多努力 释放他的丈夫和其他130名人质 希格尔形容自己四分五裂 在被哈马斯扣押的51天里 他亲眼目睹了人质遭受的残酷被殴打和性侵犯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袭击了加沙附近的以色列社区 绑架了希格尔夫妇 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进行了报复 根据哈马斯运营的加沙卫生部门 已有超过33林敏巴勒斯坦人死亡 关于休战和释放人质的谈判已陷入停滞 在另一篇引人注目的报道中 一位波音公司的告密者在美国国会做证事表示 他在尝试指出飞机制造中的安全问题时 不仅被忽视 还时常受到上级的威胁 这位告密者萨姆萨勒普尔贤摩阳托透露 他们会打你的私人电话 让你知道他们知道你住在哪里 他们知道你在哪里 他们可以伤害你 这令人向参议员们透露 波音公司的文化更倾向于 在787梦幻科技和777飞机的生产中节省成本 在同一天的另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 议院听证会上 议员们审查了联邦航空管理局F2 允许波音公司自行签署自己工作的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 波音公司或F2的代表并未出席听证会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体育 国际政治和工业安全领域的重要事件 还凸显了个人勇气 国际社会的挑战 以及企业文化的问题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擂台上的拼搏 为青云自由而战 还是在工作中接受正义 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和挑战 面对孩子的语言障碍 家长的焦虑和无助 可以说是每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英国北爱尔兰 这一问题似乎更加严重 根据BBC的报道 这里的儿童面临着 比英国其他地区更长的等待时间 来接受言语和语言治疗 那么Adams为了帮助他的儿子Henry 提升交流技能 寻求了专业帮助 却对他们面临的漫长等待感到震惊 卫生部门表示 卫生部长致力于增加SLT培训名额 但任何增加都需要考虑到 部门面临的财政挑战 这一情况凸显了公共卫生系统 在资源分配上的困难 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说 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等待过程 而在日本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景 正在上演 根据Niki医师的报道 3月份访日游客人数首次超过300万 同时旅游消费也打破了季度记录 这一切都得益于日元贬值 激发了对服务和体验的消费 然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副作用 比如物价上涨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困扰 日本政府设定的到2030年实现 15万亿日元 约970亿美元旅游消费的目标 现在看来出手可及 这年的旅游业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也提醒政府和社会 需要平衡发展和居民生活品质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BBC报道了一则令人心碎的故事 阿菲尔西购在美罕马斯口为人质 51天扣获失 但她的丈夫Kissan正正被扣押 已达193天 阿菲尔对BBC表示 她对丈夫的持续被扣押 感到极度痛苦 呼吁国际调节者做出更多努力 以确保她丈夫和其他人质的释放 她透露人质们遭受了残酷的对待 一些女性人质 甚至遭到性侵 阿菲尔认为 哈马斯正在享受他们的痛苦 并且在他们的释放问题上玩弄把戏 她呼吁美国卡塔尔和埃及 做出更多努力 以确保人质的释放 目前关于休战和人质释放的谈判 正在进行中 但哈马斯聚报拒绝了最新的提议 美国表示 哈马斯对其所持有的人质数量不真实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国际紧张局势下 个人的无助和痛苦 也对国际社会在解决人质危机方面的能力 提出了挑战 从北爱尔兰的儿童言语治疗 到日本的旅游繁荣 再到以色列人质的悲剧 这些故事展示了世界各地人们在不同领域 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无论是公共卫生系统的资源分配 经济发展与生活品质的平衡 还是国际政治紧张局势下的人道危机 都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关注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对于更美好生活的追求 和对人性坚韧不拔的信念 在最近的体育新闻中 西班牙的网球巨星 拉菲尔·纳达尔在巴塞罗那公开赛的第二轮比赛中 布迪澳大利亚选手亚历克斯·德米纳尔 这是纳达尔自一月份以来首次参加比赛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纳达尔在首轮比赛中轻松战胜了弗拉维奥·科伯利 但在与德米纳尔的比赛中却显得吃力 这次失利是纳达尔从伤病中复出后 仅参加的第四场正式比赛 目前还不清楚纳达尔是否会参加 即将到来的马德里公开赛 与此同时 罗伯托·巴蒂斯塔·阿古特在比赛中获胜 实现了他的第四百场巡回赛级别胜利 这无疑是对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科技产业方面 日经亚洲报道了日本半导体材料制造商JSR 在为日本投资公司以约1万亿日元大约6 47亿美元收购后 正寻求通过扩大规模和获取新技术来巩固行业地位 JSR在全球光刻胶市场占有27%的份额 光刻胶是半导体晶片制造过程中不可获取的材料 然而JSR面临着其他四大竞争对手的挑战 这次收购有望帮助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 在财政方面 BBC报道了北尔兰的财政部门面临的挑战 北尔兰政府部门对资金的需求远远超过了预算允许的范围 部门官员向斯托蒙特委员会表示 本财政年度政府部门要求额外增加21英镑的资金 但目前仅有10亿英镑可用于政府部门的日常开支 此外对于基础奢侈项目的资金需求也比可用资金多出一 财政部长凯奥米亚基邦柴奥米亚基布尔德 希望在本月底之前能够达成预算协议 然后需要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当前世界各地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体育界的生病付出 科技产业的竞争与合并 还是政府财政的压力 对反映出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 寻求突破和平衡的普遍主题 在这些故事中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 都在努力克服困难 寻求发展和成功的道路 在英国的足球绿营场上 一位年轻的中场球员正在迅速崛起 成为切尔西队本赛季的焦点人物 来自iPaper的首席足球记者Daniel Story报道 从万成以4000万英镑转会 至切尔西的21岁小将Cole Palmer 在他的首个赛季中表现惊人 尤其是在对战埃福顿的比赛中打进4球 这位年轻球员对于主教练波切地诺 对他的信任感到无比珍惜 并且全力以赴展现了他的才华和潜力 在雅虎美国的报道中 可以感受到这位年轻球员 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对于成功的渴望 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中 BBC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南威尔市的别E-Systems工厂的爆炸事件 这次爆炸发生在蒙毛斯郡的Glasgow地点 信任的是没有报告任何人员受伤或对当地居民构成风险 这起事件提醒人们 即使在最严密的安全措施下 工业生产也存在出风险 当地的紧急服务部门迅速响应 并且确保了现场的安全 显示了专业团队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高效和准备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BBC同样报道了一个重要的发展 即美国众议院预计在本周末 对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在内的法案进行投票 众议院议长来章程宣布 将有三项法案提交表决 其中包括一项关于边境安全的法案 这些国家安全法案还将包括对以色列和印度 台平洋地区的资金支持 由于一些共和党人的反对 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搁置了数月 这一投票不仅关乎美国的外交政策 也是对国际合作和支持受困国家的一个考验 从英国的足球场到南威尔市的工业现场 再到美国国会的政治辩论 这些故事展示了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在体育安全还是国际援助方面 人们都在努力克服困难 展现出人类面对挑战时的任性和团结 这些报道不仅提供了对当前事件的深入了解 以启发人们思考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问题 追求更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谢谢您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团队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下期间就能证明了 并且证明了